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他们也是 担任石油队的第一台跟第二台 所以说这些选手应该说也作为爱好者 竞争到相机大师这个阶层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 在工作之余 还是积极参加全国高水平的竞赛 应该说也是给整个的赛场带来了一个新的气象 对 红方呢 红制特大选择的是兵器 黑方是队兵局 队兵 红方跳马 这个地方呢就是比较自然的走法 还是马发近期 但是连大师呢 可能他的棋艺风格比较喜爱走这种防御这种阵型 所以他选择了补气象 像机械 对 补气象呢 这个棋呢就是相对来讲呢 这个局面呢就比较平稳 但是呢 更加要求呢 这个双方呢 在对阵型的理解上啊 但这个怎么推进上呢 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对 红方也是不像 黑方走 黑方是马而进一 这个棋呢通过这个回合的转化呢 等于是形成了飞向局对近期族的这么一个变化 这红方先飞向 黑方拱旗族 这也还原成这个变化 所以这个棋呢 应该说这个仙人指路和飞向局有的时候也互变 对 红方居九尽一 黑方居一几一 黑方居一几一 对 接下来红方马而进四 这个呢一般的都是棋谱啊 一般来讲呢 红方这个时候走居九 居一平六的也比较多 跟住 对 如果你红方居一平三呢 就对方在支持 如果你别在急 他在跑跑平七 是 有这种走法 本局当中呢 黑方还是选择了居一 对 他直接走居一平四 对 红方居一平三 准备从三路线上杀出去 黑方走居 直接居四进三 黑方呢走的也是比较稳健 这种棋呢 就是不容易呢 双方一下呢 这个对攻起来 是 需要这么一个 慢慢的这个运筹帷幄 逐步推进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那么红方呢 这个特点呢 就是说 它的子力 还是比黑方的要稍快一点 但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拐脚马 对 怎么将来去腾挪 对 张老师一般就是跳拐脚马 这个马有时候会出现问题 就是不知道马该往一个位置走 这个拐脚马呢 它有好几个名称 有的就管 简称管 就叫拐子马 拐子马 还有叫蝉脚马 还有叫穿弓马 从这九弓不就穿上去了吗 对 直接就马 马二进四 马四将六 所以说呢 这个马 将来的走向呢 应该是决定这个红方是否能够把这个先手呢 顺利的拓展出来 是 那么红志大师呢 应该说九星沙场 他对这个阵型呢 也是比较熟悉 他按他这个步调先出三兵 对 黑方还是按原计划跑发平息 对 红方呢 等于这个三路线暂时打不通了 但这个时候红方呢 突然呢 这个一变 从这个中路呢 准备拓展出去 应该说这个思路呢 还是不错的 是 也是 当前局面下呢 红方呢 比较 舒展的那种走法 红方也必须呢 要把这个马呢 这个 腾挪出去 对 红方这个走法很灵活 对 黑方这个旗呢 他就走了一个 他是马八进六 八进六 实际上可以考虑走十六性 我先补一招式 然后看红方这个动向 将来再选择这个马 他走马八进六 这个马就定型比较早 这个 但是他也想 这个尽快 马八进六 马六进八 这么跳出来 想法呢 是好的 但是 有的时候呢 你不容易呢 完全实现 是 红方 马 四进五 黑方 对 黑方这时候再继续 走马六进八 他呢 就准备足迹仪 你继续杀出去 他在马八进七 对 那红方肯定不能让黑方呢 轻易地实现这个计划 嗯 红方就采用了 炮二军四 把黑方这马呢 直接压住 对 因为这个炮呢 压进去以后呢 你暂时呢 你捉不住它 就是没有办法来捉它 这个七当时我就在想 他这个地方能不能先走 炮二军四 黑方 黑方是炮二军四 嗯 那红方 鞠九瓶四 那鞠九瓶四呢 有鞠四进二的七 那红方能不能 鞠四进五 去对捉它 那鞠九瓶四 他黑方会不会先 湿漏进五补一手 那红方也不一手 你鞠四架 他有退炮 对 退炮 所以红方呢 就是如果黑方走 炮二军四 来打击这个马 对 红方可能就走这个 你说 他也抓这个 他就对住 你要走这个 他是给炮二瓶三打 这个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炮二瓶三 它会不会失漏进五 那也只能失漏进五 对 失漏进五 就是先把你捉 所以说这个 黑方这个走法 还是要比那个 时间要积极 对 你要是支的话 你要打的话 就支掉 这炮还得走开 这个 那我先吃一个再说 对 所以说这个企业 黑方应该考虑走炮 二军四 来加强对 红方的这个中马的威胁 对 那既然我们刚才摆这个棋 黑方不是很怕 黑方就应该 适当地展开这种反击 但红方现在要是不是的话 这个九路区 你不是的话 那我也不是 你这个区就过不去了 对 你将来还要这么拱 那都慢了 我还有泡二瓶酒的手段了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黑方呢 应该去着重这个 有机会就要进行反格移 就是必须得加快这个 就是它是反击 对 黑方你看啊 他对这个局面呢 他没有理这个棋 他走知识 对啊 他就 其实感觉也挺正常的走法 那红方过局 你看你再走 这就来不及了 他可以顺势补齐了 对不是 那黑方呢 那黑方的希望是来对局 对 你看对完那个局吧 来 我们继续 对 实战是对局 对完局 红方吃掉 落势 然后红方的这个局呢 它避开了 正好就三平二走 这样我们大家看啊 这个通过这一轮的这个 转化呢 应该说红方还是拿到了 优势 这个 然后这个棋 一下子就感觉是 红方两个马 比黑方两个马要好 对 因为你现在支不住它了 你在这种禁区 它先拱你了 它就拱着先手 而且这还有这个 平炮打兵这些先手 对 那就是这棋 好像就是不知不觉中 就是变成红方战优 主要 那这个前面的 按您的说法 就是说 黑方就是 走的招法是偏软 还是说针对性不强 它既有偏软的地方 也针对性不强 还是 走到刚才这局面 我们刚才不是分析了吗 对 就是黑方呢 既然已经走到这了 就应该先走抛车进寺 是 来这个 争取有这么一个 对攻的机会 对 给红方呢 起码是扩展先手 没有那么容易 是 这儿呢 你看黑方呢 不拱 也没办法 所以黑方先拱掉 红方登出来 然后他还得 居四平七 红方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再上马来 对上马 那卡二进三一打的话 我再回来 马三对四可以 对 我再回回保 也没有问题 对保住 这儿我这个子力呢 也比较灵活 我将来可以不误试 将来这个必要的时候 可以再马五进三再登陆 黑方这个八路马 这个是一个问题 你这个子脱根了 脱根了将来 我还有闪击的机会 所以这个其实 黑方呢 也是比较难下 是 这个地方 他也不怕换 换完了以后 还是黑方 这个子 因为红方的子 走得比较通畅 对 那红志不用跳马 他先回来 也可以 他先回来 现在就 炮了平七 是个先手 那这个地方啊 黑方呢 还是走出 走出有问题 对 他临场呢 他是走了一个 炮气队一 对 他实际上是退了一步 他想着 你要是炮二平七的话 我以后也可以 随时炮二平三 他先炮气队一发 打下拘 对 同时又打拘的棋 这棋 黑方不就不如 除三进一算了 直接冲兵 对 那他也可能 你这儿炮二平九的话 对 我就 甚至有拱过来的 这个手段 将来拱你马 这个拘 有狙击瓶 一闪击 有那个 把嘴吃回来的 这个炮有底下送香 就这个棋啊 还得赶快把紫 这个开开算了 他走炮气队一 这个弹子炮没有了 对进一步削弱自己的阵型呢 还是有伤害的 弹子炮可能更 这个阵型更结实一些 对 肯定弹子炮保留嘛 弹子炮这个 一旦这个自我分离了以后呢 它这个阵型呢 多少会有一点虚浮 是 这儿红方 他又马七进五了 对 他实际上是马七进五 你现在住中的 你住他又马五进三了 那黑方 这会儿走了个炮热进四吧 对 他又走了个炮热进四 他现在炮热进四 不知道要干什么去 对 方向感好也不太明确 对 这个莲特特呢 应该说也是 一直对这个棋义呢 就是有执着的追求 其实他也是成绩很不容易 对 对 在新疆这个 可能是在训练环境上 也不如其他的省队 然后同时他也是 当然也是第二个 新疆的这个大师 晋升的一大师 新疆的这个水平呢 应该说在全国呢 还算马马虎虎 对 因为毕竟呢 这个有这个 这个几位选手呢 还一直活跃在棋台上 这个老大师薛文强 那个岁数比我还大 对 这次团体赛他也是参加了 对 还有现在的这个 莲特特 还有这个新疆的张欣 还有这个金华 什么业余好手就等等 对 这次团体赛其实发挥也是挺不错 新疆呢 有新疆队 还有中国石油队 这个 两个队呢 组队参加了这个 全国团体赛 对 应该说的 新疆呢 这个象棋的范围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 但是由于这个 可能跟咱们这边的 比较强的这些省市呢 交流的还是少一些 是 但是在整个西部来讲 新疆的水平还算不错 对 这几年他们的成绩也是挺不错 也挺重视 那这个莲特特呢 可能对这样的棋呢 体会还是少 然后这个棋呢 就走得有一点飘 这个阵型呢 就是左右呢 这个子都没根了 可能 为将来就 就是将来呢 这个棋容易 遭到洪方的攻击 这可能这个 莲特特在这个 意识当中呢 没有很清晰的 认识到这一点 当然张老师 像这种散鼠棋 对于年轻棋手来说 这个也是 就是说 也没有这些老牌特大呢 下得更好一些吧 就是有时候没有计划性 没有方向感 对 就像这个PWC4 其实它也不是说 我有多好的计划 就是可能就是先防止你 PWC4浸泡过来 或者你防止你PWC7 它可能是这个思路 对 但是呢 但是后面具体的招法 你看啊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 因为这种棋呢 对于我们这个 业余好手来讲 对 它就是一个难点 对 这个呢 就是说你很难呢 这个突破 是 就是说我在这方面 水平也非常高 那你就是职业高手了 是 因为对于中炮类的棋啊 大家总是 对有些布局这个套路 对 有朴可循 对 然后这种棋呢 它软绵绵的 然后你 你走哪招好像都可以 就是然后不知不觉 就变成这棋 变成红方占优了 对 黑方也就是 感觉也走法 也不是不合理 但是都走的 可能就是软着 就是在协调上呢 还需要呢 更加的信任啊 对 红方像这个地方 现在该红方走了啊 对 红方就不理 它补个招式 嗯 黑方走足以进一 对 红边足 这个棋实际上 黑方以言是危机四伏了 但是临场当中呢 黑方呢 还是没有完全的 意识到这个问题 是 红方炮八平七 对 然后黑方也是炮二平三 就先不让你这个 炮二平七吃冰 红方要炮七平九 再炮七平九 这儿你看 这个绕来绕去啊 黑方呢 就是感觉这个棋呢 不好走 对 它这个时候呢 补招式呢 可能又心有不甘 它就决定慢 它还怕红方这边兵拱起来 是 它这个地方还是呢 要补一招棋 因为这个阵情上呢 还是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作点 就八路马没有根 对 所以它 林泽特呢 可能也怕将来少兵 它索性就 先把红方这个边兵呢 打掉了 对 但是这步可能就是一个疑问手 这步棋呢 实际呢 是一个漏招 是 它没有注意到 红方这个潜在的一些攻击的手段 对 那好 那到底红方怎么去进攻呢 我们稍后呢 将为大家呢 仔细讲解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回来 现在呢 轮到红方走棋 黑方上一招棋呢 用炮打边兵 这是一个失察 是 就说它失去警觉 就感觉很平淡的一个棋啊 先吃个兵 但是呢 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呢 最主要呢 他忽略了一个 现实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常说呢 子不立险地 这样 就是大子呢 不在立在险地 我们一般通常都理解 这个鞠别立在这儿 这个炮转别是这个危险 对 这个是危险 这是一种 实际上我们还要 来客观地分析 把这个名词呢 如果延伸一下的话 你看啊 黑方这个马 是不是立在险地啊 对 被红方这个二路鞠 就盯着 这个炮 随时一走 就是丢子的危险 然后黑方这个炮 是不是也是 容易被红方追逐啊 对 所以说你把这个 两个地方呢 如果合并起来看 那么黑方这个棋 就很凶险 那就突然有 如果单独来看呢 都没事 是 就说你红方 比如你怎么闪 我暂时都有 应对的策略 对 似乎黑方还有一些 反弹的可能 是 如果炮七瓶酒 然后抵抢江的 黑方就是想这么 炮七瓶酒反弹 是 但是在 偏偏的 红方呢 就早 给黑方呢 设下了这个陷阱 甚至是希望 你现在来打兵 对 那么红方就突然呢 亮出了一个杀手 是 这个棋呢 黑方就逐步呢 就感觉这个压力啊 用现在流行的话 压力山大 对 这部棋 红方真的走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这个战术走得很精彩 我刚才已经给大家呢 做了一个提示 是 就是说红智呢 在战术意识方面了 确实还是非常敏锐的 对 因为他呢 这个 这方面也比较擅长 是 然后 红方就 突然 这个 亮剑了 对 直接就冲铸银 现在大家看到了啊 冲铸银银号 其实我们应该能看到这部棋 黑方的两种吃法 都直接丢死 对 冲银银银银 他马五进三 东霜 对 如果组银银 那他正好有个炮银银银 一将军 就把这个 你的马呢 抽掉了 对 所以说这个棋啊 红方这个中兵一拱 而且他还有 有可能向外平 也很厉害 对 等于现在 走完银银银以后 黑方发现 这个棋 好像不是特别 很好防守 就中兵冲下来也挺厉害 平均也挺厉害 是 他实战当中是走的 他走了一个炮银推二 他也是怕你 比武平四 他炮银银银银 他怕比武平四 对 但是从实战的角度来讲 黑方可能 还是走炮银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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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银银银�银银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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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������ 把这个兵吃回来 对 所以说这个棋 从布局以来 黑方这个八路马 这个跳得确实不太好 马八千六马六俊八 那么这个棋最后输 也是输在这个八路马 这个脱根 就按您说的 这个马定位太早了 这个八路马 这个马跳完了那以后 上不去 前途又表描 它跳上以后 就是它 还有一个关键点 抛林斯的战术 战术没有跟上 没走出来 然后他现在走 抛弃平五 对 他抛弃平五 他想着这样 连泽特就是说的 确实有时候开局 有时候还走得挺背的 对 然后他的特点是 形势不好了 然后在这个反击呢 走得还可以 对 但是洪志呢 在这盘机当中呢 没有给对方呢 这个反击的这个机会 是 这盘整体来讲 洪志老师都把握得很好 那个前两次比赛当中呢 这个石油队 跟我们这个北京队遭遇 那个连泽特对蒋川下了一盘 蒋川也是优势很大 结果蒋川呢 就走了一个随手 连泽特 一步随手 对 连泽特突然 起了个局 就杀蒋川去了 那个起蒋川真不行了 就是很危险 但是最后呢 连泽特时间呢 走得太紧啊 连泽特呢 就是不愿意再继续拼了 双方呢 这个达成了核棋 但是这个蒋川呢 也是由于在优势的情况下呢 就是走得有点放松 对 所以说在任何的优势下呢 也来不得松弛啊 所以连泽特可能在布局的把握上 还是需要多加练习 对 他在中局还是 对 他的中局的 这个应战的这个能力还可以 对 应战能力还不错 对 这个也是我们好多业绩选手的一个通行 但是说起鸟全面了 你就是高手了 对 这个也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差距 红方马武进三代 就是走得比较柔和 对 他想呢 这个不断的来拓展先手 这个也是可行的 这盘棋等于就红方就是 大紫上都是占据了很好的位置 对 马武进三呢 就是看出红志呢 他想要控盘 对 走得不急不躁 这个地方 红方本来也可以 直接撞一个像 那红方如果打 是吗 他当然还有一个飞像 飞像 红方 是不是要将军啊 将 然后他只能十四镜 这个是撞不撞好呢 你觉得 撞了的话 他吃了 你再吃马的话 他可能下底炮 还有一些 那就不撞 你的意思 对 他是不是可以 冰五瓶六 送一张 对 他是这么意思 就是你如果 那你只能吃 他再就二斤七吃 对 等于现在 我瓶中炮 姜是抽居的气 对 你现在来不及 走这个 对 你来不及下底炮 他主要有这么一张 鸡五瓶三 你出现 他炮九瓶六 又 两个炮就连上了 对 你如果是 鸡五瓶六 就拍死了 所以说 他可能这个 红枝啊 没有继续 可能深响 是 这个地方 还是撞一个相片 这二的 他来不及 这个下炮 他还得先 降五瓶上一个 然后他再 鸡二推四 这个气等于 红方 就拿到这些 绝对的先手 你下底炮 他出不降 对 就是刚才 如果下底炮出降 他还炮瓶六浆 一些骚扰手段 对 他现在这样子 居首都的 自己的兵线 那不一样 等于对方 多走一个上将 红方多走一个退居 对 这个变化还是不一样 所以红方 冰五瓶六 是一个好奇 在这个局部上 我觉得唐达给大家 介绍这个思路很好 就说的 大家又知道 这个兵是活的 是可以利用的 不见得非要撞士 对 冰五瓶六 是为了抢仙 仙手呢 是很大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黑方 如果飞的话 红方 这有一种马 他就可以再上了 对 这儿红方呢 先白吃一个象 应该说 还是优势比较大 对 所以说红制呢 尽管走得也不软 是 但是这个地方呢 没有走最狠 他也是想 就是直接控盘 他是以这个思路 对 最狠呢 还是应该先吃个象 吃个象呢 应该说 离胜利呢 就是更近 红方直接走 马五瓶三 这样黑方 也就泡五尖二 把兵吃掉 黑方必须吃啊 这个 这个 兵必须的消灭 叫 对 马四兄 马四兄 因为连色啊 我后来那个 到赛场看啊 这个连色 他这个下棋啊 时间掌握的 还是偏紧一点 这样 他恐怕也是就是 他的布局上 可能是有所欠缺 因为他打第一台嘛 对 对手也强 对手整个很强 因为这个都是 蒋川啊 洪志啊 赵欣欣 对 他这是 这些选手 其实也发挥不错 他第一轮跟 鼎合了汪洋 对 然后后面也是 鼎合了蒋川 第一台肯定是 非常难下的 这个 一般人也得不了几分 对 他一台也下去了 你看哪个队 那个第一台都很烈 特别是这些专业队 对 这个顶尖高手 基本都站在第一台了 所以说 这个联德特呢 这个压力比较大 美盘骑武汉 基本都是老长考 是 这时间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的 时间一紧 他又忙中哭措 这个顽强一点 还应该退局 可能居 居西退 退四 退四 所谓退远点 对 退两步也说得过去 退两步也可以 就是说 也比他 进来好 你马五进四 我在居西 在居西 在板中 对 退过来 你跳马 我再可以居西 所以这个棋呢 就是 黑方呢 由于时间有点紧 忙中出乱 应该是退 你跳 我就再来 对 暂时你也没有什么手段 对 暂时还是没有办法 实战当中的黑方 走居西平六了 这个棋呢 就是让 红志就发力了 他可能想着退的话 红方居西进五 点进来 他整个局面 都是很收治 那也没办法吧 那黑方再补个试呗 对 在石榴进五 补一手 也不是说的 或十四进五 反正也不是说 马上输 对 差是要差了 这个空间感 要差一点了 但是呢 还能应付 因为红方呢 就这个棋呢 还在坚守 这棋 这就是红方的固执力量 还不是那么强大 他还需要再转化 而这个局棋平六呢 这个位置呢 就太差了 就看着也是 没什么事 就是突然一下 被红方一个发力 这个红志啊 这种棋 他还是抓得比较好的 是 他这个棋啊 眼疾手快 直接马五均死 这真又是一个巧招 因为你现在 不能泡火平八 泡火平八 这么挂一僵 再吃 那就是有丢子的危险 这个棋 黑方就没法防守了 是 这个位置都不对了 因为这个红方 这个马太活了 到处是脚啊 对 虽然只能马八进六 换掉 对 然后红方 然后将 二平五打一将 然后尸四进五 因为黑方 不能尸六进五 尸六进五就将死了 杀棋 然后红方 马三进二 马三进二 这个棋都是连贯的动作了 对 黑方这个棋 你拘手类 也不敢手 他可能走 居六进二 稍微显强一时 最强强应该 居六进二 这样你居二进四的话 他再居六瓶死 以后你招雷炮 他可以炮酒瓶死 跟你对 你说这个建议 可能是唯一的症结 是 就是黑方呢 这么走 尽管形势比较落后 对 但还不至于速溃 是 红方暂时没有速胜的招法 你抓狙 他退步 也没事 对 所以说 唐太这个建议非常好 就是说他这个狙 也不能粘裂 也不能捉炮 他实战 他狙六平五桌 应该竖着走 是 他狙六平五桌 也是习惯吧 对 他感觉是一个先手 对 但是实际上呢 这招棋呢 是一个俗手 对 被红方呢 利用了 对 像张老师您就跟我们讲 我就是下棋一定要 抓住根本嘛 您就讲 就是说看着能捉炮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实际上这个棋呢 对 被红方这么挂一张 然后这样 然后红志呢 这等于是双轿 对 又是炮又是马 你吃两个都不行 所以只能伤将 对 因为你这种粘裂剧 就不行了 粘裂剧 粘裂剧炮酒瓶 就这好僵了 这一僵 这麻烦了 你这个 知识它有下底居 知识你居就拉死了 肯定输了 对 红方就是有很多种手段了 它只能上将 上将呢 红方先居一僵 你看红志走得很巧 还有知识 让它泡五瓶六又一僵 泡五瓶六一僵 然后落势的 它再泡酒瓶六一带 对 落势的泡酒瓶六太厉害了 这个棋到处闪 你这也吃不了马 吃马 它正好又泡六瓶五十杀棋 对 所以这个地方它不肯 它进降 对 然后最后一招的鞋呢 就是红方 很轻松的 鞠九瓶六一走 对 正好丢子了 然后连着它走到这儿 就不走了 因为你泡九瓶六的话 也没用 它马上就二 正好你这个 鞠马炮呢 这个位置 正好在一块儿 还是要丢子 摆不脱了 所以说最后一段呢 你看这个红志 抓住这个战机的能力啊 对 它是非常强的 它连续有两个那个战术手段 对 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爱好者来讲啊 就是说这种捕捉战机的能力呢 通过这个入局呢 应该有一个启发 这种鞠马炮 连弓的启 而黑方这个鞠六瓶五呢 又是一个不小的教育 应该走鞠六斤二 对 所以说这个杀棋啊 这个最最关键 这个这个节奏要掌握好 是 好 那今天这个对局呢 我们就为大家呢 讲解到这里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